Slam 即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 是指同步定位与地图构建 它被广泛应用在机械人上 令机械人可以在现实环境同时准确定位和轨制地图 容易规划移动路线 Slam 通过叠代的方式不断重复以下步骤 第一,机械人会使用传感器去获取地图和置身位置数据 一般常用光学雷达去取得环境的平面资讯 或使用深度摄影镜头去获取三位资讯 同时会利用机械人连续上的編码器 或惯性测量单元去判断置身位置 第二,利用感测所得的资讯 以及之前已创立的地图与定位 机械人内置的演算法会重新配置一幅新的地图 并更新置身位置 第三,透过一连串演算法去修正面测 例如粒子雷波 在不断重复的替代下 机械人的定位及地图至上会越趋准确 有了这项技术,机械人就可以实现全自动渡航 当接收到目的地的资讯 机械人会自行感测附近的环境 再结合预先提供的地图 规划最合适的移动路线 由于路线规划实时更新 即使路径上有新的障碍物出现 机械人宁可即时重新规划路线 避开障碍物 如果要应用到有人经过的环境 例如商场 但靠感测和路线规划 未必能够及时避开行人 所以Slam机械人通常会加入声纳 令机械人在接近物件时紧急撒停 或即时调整移动路径 避免发生碰撞 从而达到无人操控时安全到航的效果 Slam技术令机械人的应用 层面大大增加 而且不再局限于实验室内 其中一个应用 是与Slam机械人身上 加装一个可调整高度的机械手臂和油素 并载入建筑物地图 机械人就会自行规划路线 并完成油漆工作 机械手臂更可加装压力感测器 令我漆效果更加完美 与此同时 我们都在研发其他应用 例如改良吸尘机械人的效能 以及协助水间重植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